情愿困在你怀中 困在你温柔 不想一个人寂寞 无边挑拨 他一度在做个偶像歌手 或是做个真正的音乐人之间难以抉择 但最后张雨生还是选择了 做个真正的音乐人 张雨生选的这条路十分的辛苦 他的用心不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肯定 还换来一些人的冷眼 认为他自断虔诚 即使他的专辑不受到大众的喜爱 张雨生仍是毫不犹豫地说了出来 由此便可看出张雨生对音乐的认真与执着 张雨生甘愿成绩 不去刻意地迎合市场 他在意的是自由自在地唱着自己喜爱的音乐 而不是局限在公式化的流行音乐里 从他的创作音乐里便可知道 张雨生在意着四周的环境 在意着阴暗角落里被人们所遗忘的人们 以及人们渐渐不再重视的亲情 情愿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永远不会问结果 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 一天到晚像你的人哪还不停休 沧海多么辽阔 再也不能回首 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 张雨生的少年时代 很少花费时间念教科书 反而用大部分的经历 来听音乐 打篮球 游泳和看自己想看的书 甚至尝试写作 1985年进入台湾政治大学之后 张雨生听了很多的西洋歌曲 更因为喜欢弹吉他 写了很多歌 张雨生1986年大一时 出世提升 因为他妹妹的去世 为了替妹妹实现当歌星的梦想 参加牧传名歌比赛 自弹自唱进到决赛 并获得优胜 使张雨生对歌唱 开始产生信心与兴趣 大二开学后 随即进了吉他社 1987年大二时 与吉他社同学 自组了Sadder Sport乐团 开始校际与校外的演唱生涯 同年6月6日 张雨生与其乐团代表 郑大到台大表演 我最深爱的人 留下片刻温存 只怕还有来生 我爱的依然最真 我最深爱的人 像我却是最深 超人无助的深刻 天亮一盏灯 温暖我无悔青春 染尽我所有无缘的人 天天想你 创下三十五万张的销售记录 1989年发行第二张专辑 《想念我》随即入伍 1990年10月 入为第二届金曲奖 最佳男演唱人 1992年2月 发行赴洛杉矶录制的 张宇生创作专辑 同年7月 凭借歌曲《带我去月球》 入为亚洲区全美音乐录影代奖 同年发行的专辑 《大海》销量超六百万张 成为其音乐生涯 最畅销的作品 标题曲《大海》 亦广无传唱 1994年发行个人创作 加精选专辑《自由歌》 同年9月 发行创作专辑 《卡拉OK台北我》 专辑歌曲《风格各异》 是张宇生对音乐的 一次大胆尝试 于是爱红交错 任相守 怕是怕这些苦没来由 于是悲欢契落 任紧握 等一等这些声回忆有 1992年张宇生退伍 并回到了飞碟唱片 飞碟唱片老板认为 张宇生停止了两年的创作 要音乐人陈志远 给他写一首歌 但是当时陈志远比较忙 他就来找到了 与其一起做编曲工作的 音乐人陈秀南 让他去写 陈秀南觉得 这对他而言 是巨大的考验 然而陈秀南就 讲尽脑汁地 写出了《大海》 张宇生用他高昂悠长 尖利聊亮独特的响音 将《大海》唱出了极致 唱出了精彩 正是他的演唱 恰好在一个 合宜的契合点上 恰好在听众们 需求的心理上 从而找到非常一种 合适的理由来辩驳 来发泄彼此 自我存在的 理会和困惑 听他的《大海》 虽是有些孤独的声音 但听歌的听众 内心早已惊讨一片 曾经的爱 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如果深情往事 你已不再留恋 就让它随风飘远 如果大海能够 带走我的爱情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所有收过的伤 所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请全部带走 自己歌坛有所成就之后 张玉生也算是为妹妹圆梦了 之后她便退居幕后 成为音乐创作人 同时还开一家唱片公司 签约的第一位艺人 就是张慧妹 张慧妹曾经也是酒吧助唱歌手 被张玉生相中之后 签约到公司 张玉生对张慧妹细心培养 将她打造成知名歌手 还为她打造出姐妹这首歌 不仅成就了自己 她也成就了张慧妹 在她31岁那年 一次意外车祸 带走了她年轻宝贵的生命 而造成车祸的主要原因 就是疲劲驾驶 此后母亲将她与妹妹葬在一起 张玉生不仅是一位歌手 还是一位成功的创作人 在她的歌曲里 没有无病呻吟的爱情 没有虚无作作的卖弄 她只是通过音乐 说出她内心所想 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对自己的承诺 对爱的执着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逆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逆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我认真是一位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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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真是一位歌手